这一集我们探索了土生土长台湾人都没吃过的东港霸粿 不用去泰国也能吃到的道地泰国船面 好吃又好玩的港式甜品 以及隐藏在巷弄的路边烤馒头 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吃起来吧 我们上一次去东港就是去了两次 然后每一次想要品尝霸粿到底是什么 结果都吃不到 因为我们不是去的太晚就是人家卖完 就有网友跟我们留言说 不用跑到东港在高雄就可以吃到好吃的霸粿 我刚才访问了老板娘 我就跟老板娘说 我看网络评价都说你们比东港还好吃 她说很多客人都这么说啦 对对对 我们就来吃吃看 原来这个就是挖粿 我还以为是像挖粿一碗 料都混合在那个粿里面 对 原来就是它是分开的 粿是粿 然后还是白白的 然后切成方形的 对 结果它是粿 然后旁边有肉 有猪肉 有香肠 还有虾米 这些配料 然后还有汤 然后汤它不是那种清澈的汤 它是那种糊糊的 刚刚访问老板娘 它是鱼骨熬成汤之后 再加入再来米粉做的米浆 再倒到这个汤里面 让它变成这个稠稠的状 有点像勾芡的感觉 有滋有味的 有滋有味的 蜡柜本身应该没什么味道 没有味道 米的味 吃起来就跟花柜 是一个口感 可以一样都是再来米 对对对 只是说做成的形状不一样 白色的 像杏仁专啊 那种杏仁专的感觉 单吃就觉得没什么味道 但是你就配着一起 配着这个汤 对 你看 配着这个小香肠 这是台式的 鱼鱼鱼 鱼鱼鱼 OK 哎呀 期待呀 它为了这一餐 都还没吃饭 嗯 哦 就很台湾的味道 很台湾的味道 哎呦 喝得出那个 鱼的味 鱼的香味 对对对 是我说的 有滋有味吧 嗯 没错 真的不错 我第一次吃 长这么大 第一次吃 台湾人 而且我们第一次吃 就来吃一个 网友说比东港还好吃的 应该是说东港 不是说随便一间都好吃 也要看嘛 像有朋友跟我说 那个业家网粿比较好吃 我们住在高雄 刚好在高雄就可以吃到 哎 就很方便 我喜欢再重口味一点 可以再加个辣椒 加了辣椒酱的哦 看看谁才是那个重口的人 我们家 不是我哦 我已经训练出吃辣的能力了 对 好 跟推荐 在冻山五营路 北极店那个庙的门口 把招牌就写东港网粿 推荐推荐 这一间呢是我们的朋友给我们推荐的 比较不像是为台湾人的口味做的调整 而是更像正统泰式的口味 对对对 虽然我们也没去过泰国 也不知道正宗的是什么味儿啊 不知道好不好吃 对 我们就按个人喜好尝一尝 它的这个泰式奶茶 你看它颜色 跟一般咱们喝的泰奶想象中不一样吗 你以为想说泰奶颜色比较 橘色那种 深色这样 哦 比较偏橘 对 那它的看起来就像普通奶茶 那你喝一口看看 而且它这里面冷气很足诶 哦 好喝 但是我感觉有一种好像奶粉的味儿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是好喝的 哦 对对对 喝起来有一个像是奶粉的味道 粉粉的味道 但是它是好喝的奶茶 我们刚在门口还骑过头 因为想说店家在哪里 它外面的门又是关着 不过它的门挺有特色的 看得出来是一个船 一进来就是一个泰式的这个餐车 一个小餐车 都是泰文啊 就是这个氛围有道了 然后又说这个是比较道地的泰式小吃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味道 是是 先来品尝一下它这个特色船面 哦 船面看起来有点像河粉那种感觉 细细的 汤头看起来还不错 可能有点微辣 到底为什么叫全面 在泰国当地都在船上面卖的 依照惯例有汤的东西就是先喝汤 好 哦 汤喝起来甜甜的 甜甜的 甜辣甜辣 嗯 酸甜辣 还有猪肝耶 对对对 嗯 辣辣的 酸酸甜甜的 对 它面真的挺Q的 它肉片还挺大的 嗯 嫩 这个是什么烤丸子 先吃丸子啊 一起 嗯 辣 辣啊 很辣啊 哈哈哈哈 甜辣甜辣的 甜辣甜辣 估计你吃可以 很厚重的辣酱 菜式的算是偏重口味 刚好有一点清口的小黄瓜 需要是半夜肚子饿有这个吃 我肯定超开心的 来吧 吃一吃这个 筋拌饭 中间是个蛋黄 然后这个应该也是 那种酸甜辣酱 好 人家说就是看起来简单 但吃起来味道不简单的 哇 它这个已经有点高状了 嗯 好吃 哦 好吃啊 泰国米 米粒比较长 蛋黄刚好把米饭黏在一起 再配上它这个酸甜辣的酱 整体的口感还不错 鱼香三层肉 嗯 好吃啊 排骨好吃 这个酱也好吃 不是啊 这肉好吃啊 这肉表皮酥酥的 然后因为它是三层肉 所以咬下去有爆油的感觉 鸡翅 表皮就是酥酥脆脆的 也是很香 跟那个筋爸爸的鸡翅比起来 嗯 都好吃 应该可能就是酱的感觉不一样吗 对吧 泰式的酱有点酸甜咸辣似的 就是综合起来一个香气 推荐给想要品尝 道地泰国小吃的朋友 从今年1月份开始 我们家厨房地板 卫生间的清洁 全部都是使用毒打的产品 最爱用的就是 镀膜式长效驱虫喷雾 它采用特殊的创新专利技术 通过天然的植萃气味 让宠虫自己打包离开 只需喷在小虫经常出没的地方 喷一次效力可长达7天 预测镀膜式驱虫清洁剂 融结水垢效果一流 还能使水龙头闪闪发亮 就像镀上一层保护膜一样 还有妈妈在台湾用着好 回大陆前打包行李 还想带走的地板清洁剂 这是这个 擦地的 还剩着我想着 你拿回去吗 因为这个 我来的这半年吧 我天哪擦地用这个 又有个半香味 而且哪里虫 你看那个 哪里什么东西有 没有没有小昆虫 对对对 它本来就是 具有驱虫的功效 毒房油清驱虫清洁剂 轻松溶解油 还能同时达到驱虫效果 超越规则 超乎想象 毒打基础本年度最低价 秋季团构季 秋团最有力 活动至10月31 千万不要错过哟 我有大量采购需求 可直接联系毒打官方 想请我们放在资讯栏 和置顶留言咯 鸡丹 这么特别 天赋之堂 岭南之雪 刚吃完晚饭了 想说要吃点甜品 来个两人的小约会 所以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因为你喜欢吃芝麻糊 刚好到这里 港式芝麻糊 这两天在IG上面滑到 吃之前 还有一个视觉的享受 就是这个店家 他们会在这个芝麻糊上面做话 镇丰山大利他 这是哪里的芝麻糊 不得你 最后一天在 并不得你 这会是什么 这道理 有点 我觉得是一个 我就直接吃啊 你可以把它搅拌搅拌破坏这个 你就不舍得吃对不对 就不舍得破坏 很可爱对不对 对啊 它这个是冰的哦 我们以为它会是热的 对我以为它会是热的 这个是凉的 是凉的 嗯 而且它芝麻糊的味道很香 对对对 它现在已经变得连它爹都认不出来 嗯 好吃吗 细腻 很细腻 很绵对不对 嗯 好烫哦 哦 不是很稀的哦 是很浓的 很浓很浓 很浓 但以来这里是因为我知道 像Nina有时候在家里 她肚子饿了 她就喜欢泡个芝麻糊喝一喝 然后刚好看到这一间 哎 卖这个芝麻糊 它还给你画画挺可爱的 嗯 然后看着又很好吃啊 嗯 那有的芝麻糊吧 它那个芝麻的颗粒特别明显 是 看这个是特别细腻的 特别绵密 嗯 嗯 嗯 哈哈 非常浓郁 嗯 就很好喝 还有一个乐趣 对对对 虽然我们不会自己画 不过端上来了 我们可以自己挑战了 看可以把青蛙变成什么 对吧 变成蝌蚪 嗯 变成蝌蚪 蝌蚪我有XXX 把鸡肉画大一点 哦有诶 好像长了肿瘤 眼睛 眼睛画一下 给它带个美瞳 啊干 瞎了 一碗一百其实也不便宜哦 嗯 但是它甜品好吃 然后整体的氛围也不错 真的哦还有趣 还有冷气吹 不是有趣 不是冷气 但是不要忘记哦 独打的团购优惠 直到10月31 一定要记得赶快点选 资讯栏的连结去购买哦 为什么我们会来这一间呢 就是这两天呢 滑手机也是被那种 IG烧到有没有 网友少年 就是上网光看图片就觉得 我们应该要来探访一下 这个烤馒头的口味很多 你看我这个玉米肉酱的 满满的玉米 看起来很好吃耶 就很有食欲哦 老板说这个刷的酱是咖喱酱 咖喱酱 我闻到咖喱味了 赶快来上来上 哦好吃耶 外硬内软 然后口感很丰富 香味很足 估计我们会常来的 因为它开的比较晚 哦 开到几点 开到晚上11点 老板说他们在这边开酒 我都不知道 从来不知道 你点的是甜的 对啊我点的 哇 还有巧克力 我是你跟我说 来这间店的时候 我就去查一下Google 跟大家PO到网上的图片 我就很想尝这个香蕉 香蕉可特的 它巧克力是用妞特拉的 我选的这个面包也是黑糖的 然后我看店家 它在烤的时候 它都把那个焦焦的地方 因为剪刀给你剪掉 比较有硬的地方会剪掉 甜甜香香的烤肉 嗯 好吃哦 好吃哦 好吃 香蕉配上巧克力酱 甜的好吃哦 甜的好吃 咸的也好吃 它那个玉米肉酱的 我都觉得我可以吃五个 宵夜不错的选择 真的 尤其是我们这种九点过后 十点过后 很容易在那边靠腰的 主要是你 主要是你 就是我 对我说的就是我 主要是给你多一个选 对对对 你要不然你晚上用了 你只想到消夜早餐 或者麦当劳 或者是 炸鸡啊 冷冻食品弄一下 就有给你一个不一样的选择 是 真的都不知道 这里有这个 嗯 来给大家看一下撞垃鸡 这个很丰盛 很丰盛 来来来来 你的没有演没有演 哦 看到没有 很漂亮 这是豪华的CP值高的铜板美食 55块 这个价钱不一样 有事实的 如果你加个起司加个十块 看你自己 一颗大概就落在四五十块左右 焦麻鸡的馒头 好吃 甜甜的酸酸的辣辣的 鸡肉嫩嫩的 这个你一定会吃 我一定会喜欢 我也觉得 我最近口味吃的比较重 你看这个脸 你看这个脸 这就是晚上 大家看影片的时候 拿出来给大家 流口水的 主要是我们先流了一遍口水 我们先被别人的影片 烧到 我们自己先来吃 再换你们流口水 泡菜烧肉加起司 泡菜烧肉就是 一般大家常吃到的泡菜的口味 它也是好吃的 只是说味道没有 焦麻鸡跟玉米肉酱 来的那么特殊 我会更推荐大家点这个 焦麻鸡跟玉米肉酱 甜的巧克力的也不错 大家来高雄 晚上要多一个选择 路边烫烤馒头 不是夜配 就旧路边烫烤馒头 它旁边的招牌就写 路边烫烤馒头 对不对 不然大家会以为 到底是哪个路的路面 它有个小招牌啊 好吃 推荐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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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